多达22颗的固带电容用于输出力波 重点还搭载一组MSU控制核心电路 实现全数字化控制与监测 是整机主打数字电源的功能核心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测赛的是一款带数字标签的高端电源 就是这一款新古DM850G 全模组的一个数字电源 这款电源不仅配备全模组盲擦接口 还类置双MSU支持USB通讯 风扇转速供电状态都能适时监控 再加上新古给的10年的质保和短机身的设计 售价500左右 值不值呢 咱们这期视频会从它的功能特性到文波与噪音测试 再把它掰开揉碎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材实料 还是质在表面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老铁门想看的我尽最大努力的安排吧 废话不多说 先开箱看看这个产品 这个电源的包装盒全部都是黑色的 有一点点条纹的点缀 数字DM850G 新古的标识 ATX 3.1规范 PCIe 5.1电源接口 80PLUS认证 PPLP认证 盒子背面 多国语言的一个规格说明 电源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缓冲泡棉 这是电源本体 这个上面还有新古的logo 这是配件盒 品质电源线一根 尼龙绑扎带 内部一共配了9根线材 这个是USB线材 两根硬盘供电线 一个双8PIN的显卡供电线 三根8PIN的电源供电线 主板电源供电线 这个是PCIe 5.1的一根电源线 它是2x6的 12PIN的接口 这上面有功率标识 600W 确实是超窄的一个设计 电源本身全黑色的金属外壳 表面有磨砂喷涂处理 风扇则是一颗12厘米的FDB液压轴纯风扇 后面拆解开就知道了 带智能启停功能 低负载时可以完全禁音 另一面则是模组接口区 可以看到接口的布局 非常的规整 采用的是盲擦防带设计 并且每个接口旁边清晰地标注了用途 用户不用担心插错了线 电源领域贴油名牌 标注了输出功率信息 12V70A 840W 输出能力是非常充足的 也符合它850W的规格 整个电源只剩为125毫米的长度 短机身的设计这种长度对小机箱非常的友好 电源的宽度还是150毫米 厚度为86毫米 机箱硬盘空间紧臭的朋友 装这款就不用考虑什么兼容性的问题了 这个1.20公斤的重量 能够说明这块电源 它的用料够扎实了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古 DM850G这款电源的核心亮点功能 我总结了一下 分三个最亮眼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搭载了数字智能平台 双MSU架构 结合CRPS服务器算法逻辑 搭配新古自家的 HiMOS软件平台 用户可以查看电源的适时功率 电压电流 风扇转速 温度等参数 真正实现了电源可视化管理 不仅方便极客玩家调教 也有助于精准定位 硬件的故障 非常实用 第二是它符合最新的ATX3.1高标准的规范 这意味着它可以原生支持 12伏2x6高功率的供电接口 兼容现在的RTX40系以上的显卡 以及未来的更高功率的硬件扩展要求 第三就是它使用了高规格的 全日系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 不仅保证了输出稳定性和纹波控制 也带来了更长的使用寿命 再配合其高达91%的转换效率 让它拿下了80PLUS金牌和PPLP金牌认证 能效和可靠性的双保险 我们现在对这个电源 它的纹波做一个测试 主要测试3.3伏5伏和12伏 3.3伏我们就直接拉它的16A的最大功率 5伏拉它的最大功率15A 12伏的话 由于我负载设备有限 只能拉到300多瓦的功率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现在就是3.3伏16A的状态 功率在50W左右 我们已经拉到了这个3.3伏的最大的电流 最高纹波是24.1毫伏 平均纹波在20.9毫伏左右 现在是5伏15万75瓦左右的功率 这个纹波就是更加极品了 纹波最高的时候是10.9毫伏 平均纹波9.6毫伏 大家说这个纹波好不好 留不留 现在来测试它这个12伏的纹波 我们就测试180瓦加360瓦 这两个功率段的纹波 180瓦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只有17.8毫伏 平均纹波在16.6毫伏左右 老铁们这个纹波还有没有话说 现在是这个电源运行在360瓦的功率 30A的电流 这个时候它的12伏的输出纹波 也是非常极品的 纹波最高的时候22.9毫伏 平均纹波21.2毫伏左右 比我们上一次测试的那个山寨电源好多了吧 好的不止一点点吧 我们现在就是来验证一下 它这个91%的转换效率 看是不是究竟这么高 我们还是用360瓦的功率来验证 22550赫兹的状态 大家看一下 直流输出功率是353.9瓦 这边的225交流输出389.3瓦 我们算一下 这样换算下来 它的转换效率确实是达到了91% 确实是金牌标准 结果我们测试 这一个新古的850瓦电源 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 这个数据表现的很极品 这种电脑的ATX电源测试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这里只能做简单的测试 没有办法咱们的设备有限 想看更详细的测试数据 可以到隔壁的翼王那里去看 要看拆解到我们这里来 我拆解肯定比他们做得更详细 我们现在就是来对这个电源进行拆解 首先就是拆解线材 给大家看一下正规产品 它内部的线心 品质电源线 上面有厂家的信息 东莞市仓奇电子有线公司 而且是经过3C认证的 这个是真材实料的铜线 随便怎么刮 这个线还是这种纸铜的原色 包括这些内部都是铜的 插头也是灵青铜的黄铜材质 也不存在锡持的现象 然后就是电源自带的模组压纹线 直接剪开给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线心 纯纯的纯铜线心 随便怎么刮 它都是铜的本色 这种纯铜线 过大电流完全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对电源本体做一个拆解 取掉电源上面4个螺丝 侧面还有4颗螺丝 卸掉了螺丝以后 取掉上盖 0.7厚度的镀形钢板 塑料挡片 我们把它取下来 风扇是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面 输出模组这边还有几颗螺丝 我们全部都卸掉 固定电源主板的螺丝有5颗 卸掉螺丝以后 我们就可以抬出这个主板 电源拆解 有触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个是做绝缘隔离的 并不是用的一块海绵啥的东西 然后给主滤膊电容进行放电 220V的地线 直接连接在壳底上面的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 这些东西都是纯铜的组件 这就是正规产品 该有的样子 内部的触点 也是不细持的 主板的PCB背面 全部都喷了三防漆 这个也是一种绝缘处理 这些关键的地方芯片的地方 也是喷了三防漆的 这个是DC转DC的一个模块 隔离片 防止模块背面短路 然后这是主板部分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两个板子吧 然后我把它全部打散 再来给大家介绍 内部的电路 及原器件使用的情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款新古DM850G电源采用了典型的ATX3.0架构 内部的布局、规整、用料非常的扎实 主要电路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输入侧的EMI滤波与整流 PFC功率音速校正电路将试电提升至约400V以上 L2C斜正电路进行高频变换并通过主变暗器隔离输出 多组同步整流和DCDC降压模块负责输出12V、5V、3.3V多路降压 多达22颗的固带电容用于输出力波 重点还搭载一组MSU控制核心电路实现全数字化控制与监测 是整机主打数字电源的功能核心 MSU控制系统模块 作为一款强调智能控制与稳定输出的电源 DM850G配备了完整的数字管理模块 主控芯片为深圳国民技术出品的N32G430C8 一颗高性能低功耗的32VMSU 负责整机控制与通信管理 同时还有一颗未识别型号的MSU芯片 由于私音被打磨无法确认型号 但根据其电路位置可能负责辅助任务 如风扇调速、接口协议管理等 支持USB监控功能 搭载南京庆衡威的CH340USB转串口芯片 另外配有一颗NSI8222数字隔离器 实现数据通信与主电源高压车的完全隔离 这一颗芯片出自苏州纳行微电子 一颗上海贝林科技的24C02F可插解EEPROOM 则用于存储运行参数与状态数据 还有一颗经典的四运放芯片 安森美半导体出品的LM324 用于模拟信号处理 外挂一颗INES3135-SFG监控IC 可对输出电压电流进行精准检测 整个MSU控制逻辑通过辅助电源供电 控制各部分的启动输出切换 保护动作来自软件控制条数 是名副其实的数字大脑中枢 EMI输入滤波电路 输入部分采用了双级EMI设计 用料齐全 插座的灵活线并连一颗东莞达福电子出品的 X2安规电容 225输入连接线 内部套有滤波磁环 一颗12.5安 250伏的陶磁管状保险丝 提供过流保护 一颗10D561K亚敏电阻 来自东莞红制电子 用于过压抑制 一颗MF7R NTC热敏电阻 来自南京石横电子 启动时抑制浪涌电流 旁路积电器一颗 深圳原则积电器出品 负责短接NTC热敏电阻 使电源进入低阻抗高效率运行 这里一对安规电容 这里还有一对安规电容 两对东莞达夫电子的Y电容 分别跨界于交流输入的 火线与地线 零线与地线之间 用于抑制供膜干扰 第一级供膜电感 和第二级供膜电感 都为大尺寸设计 它们的滤波能力都是很强的 第二级供膜电感 并接一颗 Eviva 305V的CBBX2薄膜电容 提升高频性能 这里一颗 反面一颗 并连两颗GBU30K整流桥 提升电流容量 降低发热 一颗1.5V法 450V的薄膜电容 进一步提升高频性能 PFC深压电路 PFC部分构成较为典型 但用料不熟 芯片供电电容 来自日本红宝石 规格是47V法 耐压50V 控制IC为台湾宏观电子出品的 CM6500 配合这一颗启动PWM芯片 CM03AX 这个芯片也是台湾宏观的 PFC主开工管 来自上海超制半导体 型号为SSW60R070 这个开工管具备6次毫欧 超低的导通电阻 还有高耐压的特性 这颗则是高频大电流 深压电感 采用的是一体封装 提升效率与热控 非常的硕大 PFC电感位置 一颗GS8M的二极管 用作旁路保护二极管 PFC输出整流二极管 来自安徽常飞先进半导体 型号是Y3D010N065 这是一颗碳化硅 消责机二极管 高压滤波电解电容 使用了日本贵民工 NCC出品的 450V 330V 电解电容 一共用了两颗 尘压能力强 耐久度高 这就是你们说的黑金刚电容 LLC携震部分 用于将高压直流键 转换为隔离后的低压输出 LLC携震控制器 同样是采用了 台湾宏观电子 出品的CM6901X 主打高频控制与同步整流 因为它是LLC加SR 二合一的一颗芯片 隔离驱动器 为苏州纳行为出品的 NSI6602 用来驱动两颗LLC 携震MOS开口管 两颗携震开口管 型号为OSG55R160FJ 来自苏州东威半套里出品 携震电容两颗 容量为0.1 微法1000V 携震电感和携震变爱器 构建完整的LLC携震回路 主变爱器体积大 次级输出为同代式输出引脚 用来降低损耗 同步整流部分 使用了四颗MOS开口管 采用对称式输出 开口管的型号为 PWC012N04ES 来自重庆评委实业 绿波部分 则是用的日本贵民工的固态电容 规格是1000V 耐压16V 一共用了5颗 总容量为5000V 还有一颗贵民工电解电容 进一步滤屏直流电 它的规格是3300V 16V 加上固态电容 总容量就达到了8300V 再加一个大型的蓄流电感 0.2毫欧的取样电阻 输出主电路的12V 70A的超大电流 DCDC的输出电路 从组12V 再降压得到5V和3.3V等输出 由多组DCDC构成 组降压芯片为 台湾茂达科技出品的 APW7159C 两路输出同步降压 芯片可以提供5V30A 和3.3V30A 最大的输出能力 搭配使用的NMOS 安生美半导地出品的 4C022 四颗 这四颗属于高性能NMOS 它们的类组仅仅1.7毫欧 核击电感2颗 型号4R7 辅助滤波电感3颗 另一路DCDC 降压电路采用了TI的 TPS54321降压芯片 用来提供5V的辅助电压 或控制电压 这一个小的输出板上面 一共使用了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22颗 全部都是日本贵民工的固态电容 总容量我算了一下 一共是10,390V 全部为16V的耐压 这个做工极为扎实了 全部都是日系贵民工 这一部分为辅助电源的电路 主芯片为台湾杰利科技出品的 EM8569D 同步整流部分采用的是 安徽东科半导体的 45R25S 这个迷你变压器 就是辅助电源的变压器 滤波用的电解电容为 47V50V一颗 旁边配合两颗贵民工的固态电容 进行输出滤波 然后这里还有一颗插膜电感 负责EMI控制辅助电源输出的电流 驱动MSU 控制风扇和控制整机的控制逻辑 反馈用的光电偶合器 这里两颗 这边有一颗 反面这里有两颗 一共用了五颗 台湾一光电子出品 型号为EL817光偶 安徽外电容 同样是东莞达佛电子出品 容量为2200PF 耐压400V 120毫米液压轴承风扇 深圳保提凯出品 这个新古DM850G电源 电路的解析 我们都讲完了 作为一款主打数字化控制 面向高端玩家的ATX3.0电源 它在内部的架构上设计 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 甚至可以说是豪华的堆调 MCU控制模块 做得极其完善 采用了国民技术的N32G430主控 加上契合微的CH340N串口芯片 数字纳性微的NSI822数字隔离器 24C02F存储器 电压电流检测IC 以及这一颗功能带定 但同样重要的打磨的MCU芯片 组成了一个高度集成的数字管理平台 这也是它主打数字电源概念的核心支撑 此外从MOS管到驱动到控制IC 到EMI的布局 全套用料均是来自知名厂家 日系的贵民工到红宝石 台湾的红罐 捷地 国产的常飞 辣威 东威等老品牌器件 可以说各个环节的技术成熟度和稳定性 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当然有一点遗憾 比如这个打磨的MCU不太友好 毕竟对于我们这些爱菜机爱研究的用户 透明公开才更有信任感 总的来说 这款DM850G电源非常适合追求高稳定性高转换效率 同时又非常在意智能监控功能的用户 如果你是一个对硬件细节非常敏感的玩家 那它确实值得列入考虑的清单 如果你喜欢我这种专注拆机 注重电路解析的硬核测评内容的 别忘了点个赞 投个币再顺手点个关注支持一下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 拆解下一个电源的动力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